姐,这地方消费太贵了,回家吃去啊 我找你来,是有谁帮我 今天帮我建人 啥子就安排相近了 把幼去掉,还是那哥们 哎,是这个 不好意思啊 上次那件事 的确是个误会 我也不知道那是你司机 我后来一想 你也不可能找一个司机 做男朋友对吧 不是哥们司机什么的了 司机啊,就是我跟你老板聊天的时候,你不要插嘴 或者你要不就别在这儿 哎,孟先生,我觉得你这话说的就是 哎,不是,我这,我觉得 我的条件挺好的 对不对,我最起码比一个司机强吧 我不是说是瞧不起司机 我是单纯的瞧不起你 哎,要不 我给你躺个地方怎么行 哎,不用,今天正好来这儿了 咱也把话说明白了 正因为是家里安排相亲,我不想把事做得太绝了 但是,我觉得在财富面前 我觉得一个人的人品 还有他的上进行更重要 而且我们小凡,不知道比你强多少 可能,我对你没有了解 但我也不想了解 当我买完了哈,走了,咱们走 哎,小老小 毕竟我们两个是家里安排的相亲 咱们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如果不是家里安排相亲 我想我这辈子都不能认识你 况且我也不想认识你 走